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它的短轴运动的那个版本 现在隔了12年 我们再来看这台车 就是经过时间的这种沉淀 和我们大家心情上的这种改变 你会觉得它除了宾利 就是以前给你的那种很肃穆的感觉以外 它还多了一点 就特别像老电影《滤镜》的那种感受 我觉得这是现在的车给不了你的 还有就是我其实挺喜欢它的颜色的 奶白色的车 我感觉是比就是雅致的其他的一些颜色 有高级有复古的同时 它还有一点年轻 表迹上我们还能看到宾利的力标 当时在飞驰的片子的时候 我们专门拿出一小段就讲它力标的历史 当然现在的宾利的车上 我们已经看不到力标了 但是我相信所有爱车的人 看到车的力标都会有一种肃然其境的感觉 当你坐在驾驶室上 然后你看着你的车头 始终有一个标一直在那立着的时候 我想你开启车来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在雅致的这台车上呢 它是有三个米子骑的这种名牌 它代表的就是90周年的纪念 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对热爱的这种极致的追求 就是哪怕有一点点的改变 我也要尽量的收藏起来 车尾这边呢 有一个China Edition的一个牌子 其实我觉得作为中国的车迷 肯定会特别想把它开进自己的车库 然后其实面对情怀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啊 就都会比他做其他事情 会多一些偏执 多一些癫狂 你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一个曼联的球迷 然后他家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曼联的这种球衣 当你问他哪个哪个的时候 他就会滔滔不绝地开始给你讲 就是说那些区别啊什么的 其实依我们看 我们会觉得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他们的这份热爱 在后备箱里还有一块名牌 你看这上面有很多人的名字 就等于是参与过这台车的所有匠人的名字 都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边 他车里边还有一套就是原厂的脚垫 这套是全新的 你看还在袋里呢 然后很夸张的是 之前都总说劳斯的鱼子 你看啊 濒丽 然后最后再给你展示一下啊 它不是电动的尾箱 但是你听啊 电锡 哎呀 这台车上车的时候还要按一下 它那个声音特别好听 但是我一上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米黄色和这种棕色的搭配 挺有LV的那种配色的感觉的 这儿也有一个英国的这个90周年便利的shop牌派 你会觉得它皮子这一块 现在来看依旧没有什么使用痕迹 而且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 宾利就很喜欢用那种菱形的纹 车门的这边也都是 然后木头的这种感觉也都挺新的 就所有的这种金属件 到现在你也都觉得它特别特别亮 但是后来打着以后 我发现了几个有一些问题的一些小地方 你比方说现在的这个水纹表 这个灯就不亮 然后还有这一大块的这个木头 这个木头的这儿像划痕一样的 但是放弯盘上依旧没有什么使用痕迹 它放弯盘的这个车标没有用那种 整个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标 它是压在了皮子上 跟整体的风格融合的感觉特别的好 你听这声音多好听 也特别有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一开头我们说情怀就聊到了财富和时间 那现在我们来说说财富 财富这台车当年09年的时候 它的售价大概在400万左右 不是想跟你聊车价 想跟你聊的是损失的财富 我们如果以当年西城区的房价为例的话 那会儿一平米29,000左右 21年的1月份西城区的房价 一平米11,000,000 其实我相信你身边就是买了房 升值轮番好几倍的人也比比皆是 那你想在当年有这400万的人 他其实没有拿来投资 但是他买了一台车 买了一台雅致 而且还是买了一台短轴的雅致 我们只能说 一是车主足够有钱 第二就是它足够有贫 哎呦我的天哪 好奇怪啊 就我觉得我没有动 但实际上我看一下旁边 我在动 哈哈哈哈 就是它就顺顺的就起来了 然后车里边你也感觉不到什么 非常非常缓慢的时候 你就非常有你在房子里边的那种 不切实际的感觉 但你看啊 你只要油门踩一下 就一点点的时候 你就能够感觉到它有那种推背感 我觉得这就是以前的那种 大排量的 大扭矩的 直接就来了 直接就油 就好多人说喜欢开V8的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它来的特别特别的直接 但你知道它的这个发动机 就是它里边写的那个什么 六右四分之三啊 然后我就觉得 完了 这需要用什么公式 哈哈 就是它那个6.75 你知道它已经用了差不多得有60多年 然后它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台发动机 但是它结构就巨老 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推杆式的那种发动机 然后它就是我排量也不变 然后我钢铁也不变 我就通过周边的这种变 然后这么多年就是一直一直都在调整它 它最早的时候就才100多马力 到最后的时候 退之前已经500多马力了 但我觉得以前我们就总说 说就是宾利啊 各种手工啊 什么各种执念 其实在它这个发动机上 你也能看得出来 其实以前劳斯莱斯上也用过这款发动机 哇 哎不行不行 我觉得特别快呢 为什么 其实也还行啊速度 没有很夸张 我之前一直都以为大车会带给我那种 速度感没有那么那么的强 但现在不是 而且它其实这个转速的区间 我觉得也没有很过分 我刚才踩那脚就到了个2500左右 但是你听它那个V8的那个声音 挺上头的那个劲儿 它上头的那种劲儿 不是肾上线素往上飙的那种感觉 它上头的那种劲儿是真的你能把你自己开晕了的那种 那种上头 小身板受不了这1000公里的大扭矩推我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的刹车的那种感觉 可能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车它还是大 自重也还是重 你倒不至于说你停不下来 但是你肯定停下来的时候 你人的那个姿态 就跟你踩油门踩出去的那个姿态的那种感觉 是差不多的 但是正常开着你像跑这些小路车也挺多的 我感觉也还行 也并没有觉得多笨重 车多大 结尾的时候呢 我们来聊聊这台车的主人 其实这个车模就是他的 他当时12年前的时候是有机会买雅致的 但是他就拿这个钱去创业了 然后后来他又开始就几经周折来找这个车 现在这台车终于属于他了 其实我觉得情怀就是你曾经年少的时候 特别纯粹的热爱 特别快乐的状态 就也许后来我们走入社会 我们都会被摔打被改变 你变得越来越难开心 其实用他的话说就是他想开着雅致 然后听一听许巍的歌 去跟曾经的自己聊聊天 先找到曾经的那个自己吧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 在你们年少的时候也都有 就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台车 你还记得它是什么吗 欢迎你留朋友告诉我 是的 不知多少附ro的叶分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